歡迎大家收聽小李飛到 終於來到第30集 這一集出門時已經30集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們 如果想繼續聽下去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題目 記得訂閱、讚好、分享 今天我們希望講一些輕鬆的東西 不要講一些很重的東西 因為上集講到很多蝦鹿東西 即是機場事件 我們不如講一下食物吧 我們自從工作到家之後 我有空就上YouTube看看不同的食譜 如果有留意我YouTube頻道的人 都會知道其實我有一系列地獄廚神的系列 因為其實我是不煮食的 每一次煮食的時候 我就很有心思 研究所有YouTube的食譜 不要有任何的差池 做足功課的 當然啦 我不可以拍出來更加地獄的 因為本身已經是地獄了 今集我們就會講一下地獄廚神 地獄烘焙 我首先講一下我最拿手的地獄菜式 新鮮事質 對啦 因為我很久以前 可能是幾年前 我是完全不煮食物的 小姐什麼十指不沾羊春水的 那又不是這麼嚴重的 我會煮炒飯 就是我會 我是會開爐的 但是呢 如果你說比較 就是很難去 就是我會炒蛋 就是那些很基本的 我會的 就是我不會說 不會餓死自己 不會餓死自己 但是因為我是沒有這個興趣 就是我不會專門去做 那時候呢 因為Mimi剛剛搬來美國 她就要上學上班 那我要做一些愛心飯盒給她 WOW 那我就很喜歡什麼都加泡羊春水 但是你的泡羊春水是買還是自己愛心的? 買的 我是過分到一瓶小的泡羊春水也不夠 我是買一桶泡羊春水那些 你覺得美國桶裝在12KG計算的 是啊 就是你在H mark會看到有很大桶的泡羊春水 因為我很喜歡吃泡羊春水 就是那一期 就是我不會說現在都很喜歡吃泡羊春水 只是那一期突然間 我很喜歡吃泡羊春水 那我就買一桶回來了 那我就什麼都喜歡加泡羊春水 那那個受害者就是Mimi 就是我很喜歡泡羊春水 豆腐海鮮湯 泡羊春水炒菜 就是炒西蘭花 泡羊春水什麼什麼的 你想像得到的 就是可以入口的食物 我都可以加泡羊春水 那所以 就是當是豉油拌飯 總之什麼都放泡羊春水 是啊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當你煮不同的菜 你再加泡羊春水 那樣菜也變成泡羊春水 是因為它比較重的味道 那之後Mimi有一天 她終於頂不住 她說我可不可以下一個飯盒不要再加泡羊春水 我真的很害怕見到泡羊春水 喂真的做了多久啊 起碼又不是一段長時間來的 可能兩三個星期這樣 不是保持著每一天都有飯盒的 隔天 哈哈哈哈 可能一個星期兩三天 之後她就有一個翻譯叫做什麼 熱血中年不吃泡羊春水 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 那不是很地獄 就是你比較有創意而已 創意菜式嘛 不是地獄菜式 就是你那個泡菜西蘭花 挺有創意的 總之你是想到有什麼菜式是可以混合泡羊春水 我都可以加進去 那理論上是 是一種百搭的 因為你還要倒進去 你不是只有泡羊春水 你還要倒進去泡羊春水 這次你剛才沒有說 那我收拾了 哈哈哈哈 是因為你是 所以我就是說 當你任何菜式加泡羊春水 都是變成泡羊春水味 因為你有泡羊春水的汁 你加上那些精華 那真是 好吃 好了 那我想知道SAMMY 究竟你有沒有地獄菜式 因為其實你有一個食物的Instagram 你就做食物的嘛 你有沒有一些 很地獄的菜式呢 我真的很想知道 那我其實 就是 託奶啦 因為我自己本身對煮食和食物 是很有熱誠 和興趣的 那我 我最近都沒有試過 煮了一些東西出來是 直接打到十桶 或者是 完全接受不了 暫時沒有試過的 但是你說地獄呢 其實 更可能是 很欺負的東西 就是我平時自己煮食 如果有 追蹤我 這個Foodie IG 那未追蹤的 就趕快去下面追蹤 支持啦 其實我那個Foodie的帳戶裡面 大多數都是 煮出來的 主題 就是無論是 伴侶者 主題 或者甜品 是煮的 而基本上是 很少麵粉 含著的 因為我呢 關於控陪上 麵粉關係的東西 是比較 鬧鬧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我 我煮食 是比較隨意的 有些追蹤者 有PM問過我 拿一個食材 那我會 大概將我用的材料 可以說給她知道 然後 這樣這樣這樣煮 但問題是 我沒有很精確地說 嗯 兩隻雞蛋 加些茶匙 還有少許橙皮 我真的是那些雀良的朋友 對 我是那些 少許橙皮的朋友 就是我會跟你說 我不得我 你加少許酒去醃 然後加少許生抽 然後加少許生抽 無論是 中西二日 任何菜式 我都是 雀良 應該這樣說 就是我隨心 靠感覺 靠靈感 對 這樣 很難很難很難跟著你 所以 要控陪麵粉關係 那些 我就比較鬧鬧了 因為你 烤蛋糕 那些很有經驗的 都會 說 憑感覺 乾就加點奶 加點蛋 濕就加多些粉 但是 它是想得很確實的 譬如你要焗麵包 那你少了些酵母 就少了些酵母 嗯 你多了就多了 那 我記得 人生中第一次有 對於攀任何有挫敗感 就是 做蛋糕 那我就 人生中第一次做蛋糕 就給媽媽的生日 那我平時煮食我是 隨心的嘛 那你蛋糕 你每一個步驟是有步驟的嘛 就是你 蛋黃加糖 先打了 然後再加發起蛋糕 然後再加麵粉 是很有步驟的 但是我便很隨意地 調轉了一些步驟 那我還要是去到後期 可能 最後那兩個步驟我才發現 咦? 為什麼好像 不行的 古古怪怪的 不夠站起來 就是發不起 然後我才回想 可能我剛才在第二次已經坐下了 但是我又憑勇氣地 不管了 照著我去焗 那出來當然不承認 就是那個型不可以 然後後來就要很多後補的工作 重新做個底 這是我真的很有挫敗感的 但是 Tut Shoot 暫時 這個是我一個 叫做什麼 我攀任的一個黑歷史 不過你說起蛋糕 我覺得也挺難做的 因為我也有做過芝士蛋糕 我是 我覺得我自己 我覺得我自己 我是跟足所有的步驟 所有的份量 但是出來是扁踢踢 好像蒸糕一樣 哈哈哈哈 你是焗還是雪那種? 我是焗的 就是有個餅底 就是做了那些威化餅 弄碎了 有個餅底 然後再扔下去 嗯 然後我說 沒理由的 一定是那個餅底有問題 哈哈 不關我事的 哈哈 是啊 我覺得是不行的 就是 你所有控陪的事情 我是一定很精確的 他說這樣就這樣 我一定跟著他 當然我知道最後焗爐的時間和爐溫 就是一人二二 因為我自己平時是在焗爐 焗爐不是我的敵人 但是麵粉真的是我的敵人 真的做不到朋友 那 就是 這件事我就相對比較驚訝 所以 如果我平時要做的食物 我也是盡量去避免 有跟麵粉有關係的菜式 不過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為什麼我跟Sammy突然間會分 因為我們認識了很久 我們本身都是在一個平台 就認識了 就是網友 但是要真真正正 真的會約出來玩 約出來吃東西 其實是 COVID之後 每個人都很喜歡做菠蘿包 做什麼包麥包 我們就不斷搶購麵粉和 酵母 之後Sammy就很慷慨地 分了其中一包的酵母 是一整包 是一整包 其實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都知道我住在South Shore的 Mattachesis 我是為了一包酵母 我是駕車上去North Shore 找Sammy 所以 我們這個情緣 是不是叫情緣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是由一包酵母而開始 是一包酵母拉近了我們 幫我們發酵這段 這個Friendship 是不是 哈哈哈哈 他用詩意地說出來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人們是去搶麵粉 是 這間任務 那間任務 之後是連酵母也沒有了 一包包很細胞的也沒有了 可能是Wallmark那些 很細胞的 其實這裡的麵粉它有 酵母是有一大包包的 也有一小包包 你一撕開就是一次份量的 總之沒有 就是麵粉、意粉 還有這些 已經沒有了 我記得那時候我給你那個是 不知道是1K還是半磅的 對,你總之是 兩包包包 但是是大包包 因為你是BJ買的 是啊 是啊 之後呢 我說 哎呀 很感謝你 你明白嗎? 我去雙眼發光 之後那一天 我回到家製作了我人生第一桿的菠蘿包 成功的 成功的 哈哈哈哈 大家觀眾 成功的 成功的 耶~~ 哈哈哈哈 但是你講到酵母 你現在用剩下多少 還是沒有碰過 一大包 因為其實你用酵母 你不用放太多 所以 是啊 呃 我現在換個問題 你寵刑了多少次 都有三、四次 因為其實我有做過 除了菠蘿包之外 因為其實之後 COVID之後 我是買了一部Kitchen A 但是那部機器 我可能寵刑了三、四次之後 就放在一邊 就是很經典款 紅色那一架Kitchen A Kitchen A 是我其中一個好朋友 我其實為何我想買 因為我覺得它漂亮 哈哈哈哈 完結 哈哈哈哈 漂亮這個東西 我不 否決 就是我當時 我是為了買 就是我要買Kitchen A 的這個需要 但是我是 它有很多顏色選擇的 是的 我是用了很多時間去想 我要什麼顏色 然後才買那個型號 就是我要這部機器 但是我就沒有很相對 我很專注 我要這個Kitchen A 但是到最後我就看到 嗯這個有我想用的顏色 那我就去找有我的顏色的模特兒 然後再去衡量 我買哪一部 就是都是漂亮 但是我是 人家問我 你怎樣去衡量 這部適合你 嗯因為顏色漂亮 是啊 正確 因為我喜歡那個顏色 它只有兩款還是三個模特兒有 不是全部模特兒都有 是 那我就選了那一部 因為那一部是 經典紅色的那一部 就是我沒有去研究說 我要買多少Kitchen A 要買什麼產品 沒有的 我只不過是 我要最普遍的 最經典的那一款 那我就買了 因為我買了它之後 然後我繼續有投資其他的配件 那就幫我去做其他不同的送菜 我也有看到你有不同的配件 那我也可以研究一下 不過我又怕買完之後就放在那裡 這個就是一個 很大的投資 因為我因為它一部機之後 其實我買了真的很多配件 譬如意粉那些 炮東西那些 掛東西 總之就是一大堆東西 那我可以說回這個 地獄控陪 其他我的蝦的東西或者怎樣 另一樣東西 我又不會覺得很有挫敗感 但是我覺得自己很低能 就是 那有一個聖誕呢 我就想做這個Gingerbread Cookie 那我有一個在香港的朋友 我就跟他相反的 就是我是 煮東西的那個 就搞不定麵粉 他就是搞到麵粉 搞不到其他東西的人 那樣的 那我們那天呢 還懶是 有那些什麼 限制日誌 我們是開這個視像 當時應該是可能用Sky 那些朋友 那一起聊天 那我就跟他的餐廳在那製作 那好吧 搞定 那個Batch 可以進入烤爐 那你Gingerbread Cookie 很快的 10分8分鐘 拿出來 是完全Undercooked 是RAW的 那我說喂 還是白痴痴的 還有你聞起來是有麵粉味的 一看一看是Undercooked 那他說 但是你的餐廳跟著 我們都一直看著 聊天 那他做應該是OK 對的了 那我說 我不順便 那我又再 放另一瓶子進去 那出來也是這樣 然後我就不服氣了 那我就 因為我當時 其實我是兩個焗爐一起焗的 就是我的大焗爐 是失敗了 但是我的小焗爐是OK的 是很美、很香、很棒的 是成功的 那我就想 為什麼呢 然後我們就想 不可能是小焗爐的 那個爐溫 然後再看它 就是想調由溫度入手 我怕想到為什麼了 是嗎 然後我就發現 是因為我小焗爐 我就很擅長 會轉到Celsius 對的Celsius 對 但是我的大焗爐呢 因為你的大焗爐是Digital的 那我就很低能地 直接進入了Celsius 那個度數 所以焗爐 就完全是超過烹飪了 然後我才改回 Ferentide的出來就很成功了 但是那次就真的 你給點掌聲來的 對 是很低能的事件 其實這個我也試過 可能你說那些 不是說教錯Celsius 和Ferentide的那些 但是我也是有兩個焗爐的 一個是大焗爐 一個是小焗爐 我是嘗試做這個腸仔包 那我是覺得 哇 剛剛新鮮出爐的時候 是很漂亮的 就是 它的表面也很像 那些腸仔包 很軟熟的那些嗎 你以為很軟熟 就是它是粒粒的嘛 用以為這個字 是你以為很軟熟 但是你一碰下去 就很轟的聲音 因為那個小焗爐 我用了小焗爐 所以它的爐溫 其實我也是覺得 就算你看到 一個YouTube頻道的餐廳 但是你不可以只跟隨它的餐廳 一定要看不同的YouTube影片 或者你自己再調教一下 因為每一個人用的焗爐都是不同的 所以你不可以用那個來做標準 所以我錯了 就是跟隨它的爐溫 我沒有考慮到 這個是一個小焗爐 焗出來其實是哼哼的 還有上下格也有影響 是啊 你記得我很久之前 你一說你想做Foodie的Instagram 我就說 不如我們找一次 不如幫你拍片 說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我怎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弄的 全部是自己弄的 之後就說 不要啦 還是不要啦 為什麼呢 我又想知道為什麼你又不想拍 這件事就像剛才那樣 就是因為我 沒有辦法寫到餐廳 就算你拍片 起碼也會跟別人說 就算你不用任何的測試器 你都會用口說給別人聽 我在這裡大概有兩磅肉 然後你就放大約半杯紅酒 三個薯仔那些 OK 三個薯仔兩條蘿蔔 我可以數到給你聽 但是 但是一條蘿蔔你要多少 多重的那些 如果你幾斤那些 我真的站在那裡 我真的站在那裡 譬如我之前弄 新年的時候 我真的弄了九大鬼 然後蘿蔔糕年糕 你問蘿蔔糕多少 我這樣 你跟他算什麼 我完全都回答不了 就算看片 人家也說兩茶匙好友 我是給不到一個很具實的東西 除非你要幫我拍片 就是你要直接替我配背景音樂 就是喵我的聲音 煮完之後 我還要看 憑著你幫我拍那條影片 然後我還要考慮 我下了多少份量 因為始終我是無法用份量 我也有試過 看看我可不可以解決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 朋友或者親戚或者 一些追蹤人在Instagram 真的會問 怎樣的時候 那一次我真的有空 我就試用匙羹去想要加多少 我不是跟別人的菜式 是我平時自己煮的 我覺得應該是兩匙 我就把匙羹拿出來 在杯子涼 我真的弄得很混亂 我去到一半 我還是放棄 我也是憑感覺去做 因為我想說 你記得有一次我問你 你好像做了那些 香港不是有一間那些 KFC蘑菇飯 是KFC蘑菇飯那些 之後我問我怎樣做 我覺得很偉俗 之後呢 你這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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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 我只可以告訴你 首先你要加牛油 我心想 我家裡有牛油 那我自己償量 我都免得再 唉 你明白嗎? 三顆牛油 對 之後我都自己做 你有這個共識的 你要做蘑菇 你不會把整塊牛油放進去 之後你就說要大量的黑胡椒粉 之後我說大量? 就是多少匙? 你明白嗎? 之後她說 總之你大量 之後我心想 所以我第一次做 是做得超辣的 你說大量的嘛 因為我買的黑胡椒粉 我買的那個是有很多個小洞 你自己移出來 要拎出來的那些 即是那些所謂的織磨那種 不是 我是一罐的那些 鐵罐那些 它有兩個出口的 一個就是 真的很大量的放進去 那個 對 你說大量 當然是很大 因為我是用圓粒 然後拎拎出來的那種 也拎很多 但我到這一刻都是大量的 唉 唉 所以 你不要鄙視我 我不會鄙視我 我只會怒氣你 在這一刻 我要藉著這個機會 跟Mimi說聲 不好意思 上次的蘑菇飯會辣掉 不,上次的蘑菇飯會是我吃的 因為其實我家人 他們不是太吃菇類的 但是我以前也是不吃菇類的 但是 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是疫情之後 我是嘗試了煮不同的食物 之後我發現原來我也很喜歡吃蘑菇啊 很喜歡吃冬菇啊 很喜歡吃金針菇的朋友 因為它很香 是啊 其實其他也拿捏得很好啊 理論上我這個蘑菇飯我也是跟你說 然後加些紅酒 然後加些麵粉 然後再加些麵粉 我應該也是這樣 對,是麵粉 對 那一刻我會覺得 下麵粉 怎樣啊 然後就說 對呀 你就這樣攪拌 你明白嗎 因為我不懂得煮東西 我整個畫面 我會覺得 下完牛油之後 下麵粉 不合理 但我照做 因為你說要下麵粉 我照做 之後我就覺得 原來也有合理的 因為 信任的表現 然後你說要下雞湯 還是不知道什麼 但我之後就要下麵粉 因為你不吃牛 所以我自己用牛肉 對 但是還可以啊 你這樣口述 有沒有想過我們可以做一段片呢 其實是 自動煮 對 就是你口述 然後我就在你旁邊 即是我在後面 你多加少許蠔油 你著涼加少許 你除了加少許蠔油 對 就是這些 就是看下煮出來的時候 會不會 煮到一坨東西 或者是真的 可以啊 其實我也有天分 事前 我自己用我的除意方法 煮了一樣東西出來 然後你就再煮一個 然後要找一個 可能現在是咪咪來試吃 我就是受害者也是咪咪 嘿 這些很閒的 受害者咪咪 不過這個可以啊 如果大家聽眾有什麼想法 可以給我們 就是說 你們可以試一下這個菜式 或者你們可能有什麼拿手的 冷手小菜 想我們試下煮的 也可以 留言給我們 或者PM給我們 好 今集我們就開始有一個 新的環節 就是我們會在網上 就是根據那一集的主題 我們就會在網上 就看看有什麼是網民分享出來 又覺得 我們覺得好笑 我們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Sami 你有沒有找了一些搞笑的 暗黑料理 我是完全理解不了 因為我自己叫做 叫做會做食物 我看到這些 我就覺得 反白眼是為什麼呢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中秋節 大家都很熟悉月餅如何處理 其中一個貼文就是 有一個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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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籍的嬌嬌 將他那個 冰皮月餅 他以為是包 即是凝固的包 他拿去蒸 對呀 我有聽過這個 我有看過 這個我是覺得 What 我不怪那個嬌嬌 因為你白色的東西 放在那裡蒸 這個我是覺得 What 但我又不覺得 是極度暗黑 因為他是不理解 但是我有跟朋友聊過 大家一起分享 家裡公文姐姐的暗黑料理 就是衝擊著文化的衝突 有沒有聽過番茄薯條煲湯 他當了薯條是薯仔 即是他問他你為什麼 他是炸薯條 是啊 因為他問他 為什麼你做這個 你們那邊流行嗎 他就說不是啊 那上次阿嬤就做了 又是 玉米雞蛋糕 那我就做 玉米雞蛋糕 但是他就因為家裡沒有薯仔 但是他記得少爺仔 下午那個茶的薯條是還沒吃完 那他就 救命了 就把玉米雞 和薯條 拿進去煲湯 然後就煲了番茄薯條湯 那我反而想知道 是不是一樣的味道 那我沒有深究 但是我想起那些油飄出 是啊 因為那些薯條是炸的嘛 是的 然後我朋友也試過這個橙皮蒸排骨 橙皮蒸排骨 又鹹又甜 橙皮 還有是臭的 不是呀是橙皮 是臭的 但是你聞出來是垃圾的臭味 因為是橙皮 因為橙皮通常是一個好的肥料 那橙皮本身是已經大苦 然後你蒸熟了橙皮 它還要是橙皮 然後那個排骨 它用豆豉醃了 是呀 是蒸排骨 哈哈 所以想起是 橙皮 豆豉 蒸排骨 那個衝擊是 垃圾 就是這樣 所以說真的搞不定 然後呢 另一位朋友就試過 士多啤梨蒸肉餅 士多啤梨蒸肉餅 我在想 我在想一個畫面 因為蒸肉餅你已經是啡啡的吃 然後你再做士多啤梨 它是攪碎了士多啤梨 還是它一片片的上 它是攪碎了 但是它攪拌均勻 蒸完它上面 上面再鋪上士多啤梨 就像蛋糕一樣擺盤 那它問姐姐 你怎樣有這個興奮 就是沒可能 它是吃開這些東西的 那它就說因為 他們那次出去吃飯 他吃過士多啤梨骨 啊 那它就以為 除了有什麼芒果骨 咕嚕肉 有些生果 香港也有士多啤梨骨 我沒吃過 就像你這樣 怎樣 就像咕嚕肉 生炒排骨 有三色椒加菠蘿 那它就變成了士多啤梨 我們又有受害者咪咪 士多啤梨、山渣 也有人來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士多啤梨就 真的很過人 我自己就慢慢地 因為它很吸引 這件事 它覺得原來士多啤梨 是可以跟豬肉是相配的 其實它真的挺創意的 不,這裡說的是幾個傘傘 不是台灣傘傘 讓大家分享 但是我覺得 哇 這樣 正如那些 香港不時有很便宜的 蜜樂雞特價 就是幾塊二十塊的 然後就會有很多網民 都會常常吃蜜樂雞 煲湯啊 蒸蜜樂雞啊 山菜蜜樂雞啊 你說蜜樂雞呢 有一次呢 我煮過什麼炸牛奶 其實都挺好吃的 甜甜的 我頂她的肺 咪咪呢 因為咪咪她不吃炸東西 是 她是把炸牛奶外面那股皮 撕了只吃裡面那個 你明白嗎 那一刻我生氣了嗎 你明白嗎 我這麼好心機 我好日都不會做這個 不會很特別煮菜 嗯 你跑去給我撕走 外面那股皮我生氣了 那你煮奶凍給她吃就算了 不是啦 我說你的垃圾 你不過說開 你說炸鮮奶 你有沒有做過一些 你很黑骨銘心的 所謂 那些什麼 手工菜 就是要好用 好發細節的手工菜 你有沒有 手工菜 有啊有啊 我前兩個月才做了什麼 糯米洋 糯米洋雞翼 啊 功夫菜 原來 對 很花功夫的菜 嗯 我覺得是因為你首先要拆掉 雞翼裡面的骨 之後你還要煮糯米 然後你再拿進去烤 但是你前一晚你已經可能要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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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退冰 就是你那些雞翼你是 溶雪 對 溶雪 突然之間很台灣人 台灣 台灣人 就是你要溶雪 對 退冰 之後你還要醃那些雞翼 之後你再做那些糯米 因為糯米我會先浸一晚 然後再煮 對 還有你最後進去烤的時候 你令到它不爆出來 也是一個技巧 是啊 所以我覺得也挺成功 因為 我每一次做 都可能做20隻 這樣 家人都是吃完 之後我自己吃了一隻 你做的時候你要試吃的 在廚房 唉 太晚了 太晚了 那你呢 你有什麼所謂的 很花功夫 很花技巧的菜式 我覺得最刻骨銘心 暫時就是 梅菜購肉 還有點心拼盤 嗯 因為我梅菜購肉那次就是 父親節去做的 我覺得它 其實它是用很多時間 因為前一晚就要準備定 又要炸又要蒸 是要花時間 但是是不是很難呢 其實是不難的 嗯 另一個我覺得很功夫就是 點心拼盤 為什麼它複雜呢 其實 單樣是不複雜的 但是我是發神經 你做了什麼呢 你的拼盤有什麼呢 你的拼盤有什麼呢 複雜了 我做了一個拼盤 我做了 雞雜 燒賣 蝦餃 腸粉 生竹牛肉 糯米雞 還有 忘記了 大家看些照片 是不是可以賣廣告 對 對 大家回後 我是一半 糯米雞還是珍珠雞 就是小小的 還是糯米雞 荷葉包 叫什麼 珍珠雞 糯米雞 因為我一向都睡不著 但是我記得是珍珠雞 就是小小的 長型 我也有做過 因為無料 其實它單行是不複雜 但是我發神經是一晚 就是那晚的晚餐是點心 那我就要搞了好幾個小時 就做了這壇東西出來 對 因為其實你每一樣東西 你只做少少 你不可以做很大的拼盤 對 還有要計算 我覺得這些更繁複 我平時 可能在聖誕節日 我要煮12人的餐 我覺得是更複雜 嗯 因為那些我會計算好 那些可能也是 你準備好 然後直接拿去焗 或者這樣煮 是不需要 每一樣東西 你都要人手包包包包包 然後去做 就是我覺得 我剛剛在新年做過 九送一湯 我覺得都沒有那個點心 然後那天搞到我這樣 一頭煙 是 是 我又找到一個暗黑 這個媽咪公仔麵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炒公仔麵呢? 這個人是沒有放進水裡煮淋了 乾煎 是 那我就 原汁原味 就是他怎樣打那段文字出來 我就原汁原味 讀出來 嗯 他就說 我第一次炒公仔麵 那我看外面的炒公仔麵 都是乾身的 那我就想著 應該不用怎樣煮了才 才拿去炒 但是落鑊那一下 心想 滾齊了 我立刻拿起麵 之後用暖水 再浸一浸 之後再沾一隻蛋 再放在麵裡 幸好本身也放了算多油 都只是黏了少許底 黑了那裡 之後呢 那個admin呢 他會有些留言 他說 你不是第一次炒東西嗎? 神經病 他是硬 硬滑滑的 然後 你那個腸仔包得廢 是啊 但是問題是 我 就是我這麼不懂煮食 但是我都知道 其實你炒公仔麵 炒任何麵類 你都要 錄熟了去 淋那一下 你才炒過 說到尾 是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看網民上傳的東西都挺好笑的 你令我想起 不知道幾多年前 可能十年八年前 在YouTube盛傳的一條影片 也是 但是 基本上你剛才說的一模一樣 只不過是 他們應該是始祖 嗯 就是把整個面 扔到那個 寒燒的板 那裡 咦?這麼硬的 然後他又 不會想 就像你所說 要錄錄它 那些 也是 也是奇葩 是的 喂 如果你說到暗黑料理 你覺得近這兩年 無論是 燒燒 或者是外國人 或者是我們本身 就是香港人 都很喜歡 所有東西都加珍珠 哦 這個 珍珠奶茶 還有之前 那一段時間 康莊茶 什麼 哦 對 安裝 是啊 好了 那我就準備了 可能有十項的 珍珠的食物 那我就希望 Sami 你就看看 究竟你是接受到 或者是接受不到 那 那 會不會翻桌的? 哈哈 不會的 只不過你會覺得 蛤?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好好 好 那第一個就是 珍珠奶茶 煲飯 就是 取 水 然後放進 珍珠奶茶 是啊 就是 有些米 之後 你那個 因為你本身 如果你用飯煲來煲飯 它不是下水 是 但是它這個是珍珠奶茶 連珍珠的 是 連珍珠的 不可以 因為 甜 就是你想想 會甜的 整個煲飯 不是 甜不是問題的 那我就當你平時 你椰汁糯米那些 但是 我覺得 那個質感很噁心 就是 你是普通米 又不是糯米 那些什麼特別米 你加些珍珠 一坨 我覺得很噁心 很不尊重 飯 飯不一定是用水煲的 我自己也有試過 拿酒去煮飯 不同的料理不同 但是 珍珠飯 不行 嗯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就是不行 好 第二個就是 現在很流行的 那些 在那些 中國超市那些 買的 珍珠奶茶餅 或者珍珠奶茶蛋糕 蛋糕可以接受的 因為你也是甜甜的 或者怎樣 但是裡面 你一咬開就會有珍珠 那就當你 好像黑森林那樣 咬口 黑森林裡面 你會有 啫喱 嗯 港式的那種 黑森林蛋糕 你的夾層裡面 是有奶油和啫喱 其實我不喜歡 我覺得很噁心 就是 我就可以接受 但是 餅乾 也很噁心 餅乾本身是脆的 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那你加些 咬口的東西 它是圓形的那隻餅 扁扁的 但是你一咬開 它就會說 有很多珍珠 這個 很噁心 是啊 所以這個珍珠奶茶餅 或者蛋糕 我是接受不了 我一半 我可以切蛋糕 但是那個餅 真的 謝謝 OK 下一個就是 珍珠奶茶雪條 就是現在 就是之前 我想是去年 好像人們瘋狂買的 什麼 什麼 老虎糖 老虎糖 那隻 珍珠奶茶雪條 它買得很貴 一開始的時候 好像是11.99 你有沒有吃過 我有 我有 我自己覺得是 看牌子 因為我是 吃過不同牌子 那時候 一下起 很多牌子都出 我有試過不同牌子 是真的只有兩個牌子 可以吃 入口 那些珍珠 是不是現在只是台灣 那些珍珠 我不太記得 我要找回 因為我有拍下一些照片 嗯 那它真的那個珍珠 還是可以煙韌的 是 就是台灣 或者是 QQ的 是QQ 但是 有一些是 硬的 硬到乾 好像一團粉 是很噁心 那我打算挑起 所有的珍珠 去吃 那條雪條 嗯 是不是奶茶味 是 很噁心 你也知道它是奶精的 但是 總之 很噁心 但是你說整個 珍珠奶茶雪條 這個概念 我是喜歡的 是 但是不要吃太多 因為真的 我覺得是 很Q肥 就是想想 其實喝的珍珠 也應該肥到爆炸 是不知道 多會發泛的熱量 是啊 所以你是可以的 這個珍珠奶茶雪條 我買的 是 OK 下一個就是 珍珠奶茶啤酒 你有沒有喝過 如果純啤酒 就不行 但是 我可以接受 因為其實我想說 以前在 布拉那邊 有一間 即是大學區 即是波士頓的大學區 它有一間叫 Lamue 飲食的地方 它裡面那些是珍珠奶茶啤酒 就是它的杯是很有趣的 它是 好像一個 Sake的 啤酒 就是那個 酒瓶 嗯 之後它是中間有個洞 是讓它放些珍珠進去 所以 你喝的時候 你可以放些珍珠進去 整杯喝 所以 但是它已經是 倒閉了一盒 我記得好像有一次開車經過 它是 它是 閉嘴 所以 我現在只可以自家製養 是啊 不過這個概念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啤酒 因為本身啤酒有氣 那就不同的咖啡 所以整件事會覺得怪怪的 我覺得很古怪 因為 你喝啤酒 就是要喝它那種蜜的苦味 所以 就算你喝Cider 有一點甜 但是你最終 後味道也是那種苦苦的 就是 很普遍的 就是所謂的劫 有些人形容 所以我接受不了 珍珠奶茶啤酒 但是你喝啤酒 我可以 這個概念可以 好 下一個 我就混合在一起 因為其實兩個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嗯 珍珠奶茶拉麵 或者珍珠奶茶尖麵 No 我覺得這個更 比起這個煲飯更加奇怪 我覺得珍珠奶茶 比起這個煲飯更奇怪 就是叮噹碼頭 也是很噁心 因為 你的麵 其實那個湯底是很重要的 是啊 那你特別你 譬如你去日本 你去吃拉麵 你吃完你會剃肉 即是加麵 或者你加飯 那你想一下 那你去我剛才那個 那個點子就是 你最後只剩那些奶茶 然後倒一點 我覺得很噁心 是啊 因為其實這幾樣 我是在網上 一個台灣的網頁在找 它是整個拉麵的擺盤 都是跟普通的拉麵一樣 只不過是它的湯 變成珍珠奶茶 所以整件事 我是覺得很噁心 因為其實你的拉麵 你第一口湯 其實很重要 是啊 但是第一口湯 變成珍珠奶茶 之後你再吃麵 我覺得整件事是很奇怪的 嗯 真的不行 除非它是 好像 香港以前那間 許都山 專門吃芒果的那間 那它不是有一款 叫做什麼 芒果河粉 什麼芒果河那些嗎 但它那個河粉是 那個河粉是甜品式的 OK 它是甜品式的 那它那個所謂的湯底 就是芒果打出來的 類似slush 也不是稀錄 上面配一些小丸子那些 那我可以接受的 所以如果你說其實 珍珠奶茶拉麵 如果它的拉麵是做甜品式的那種麵 可能只是用舉藥 或者那些做出來 可以想想 但是你真的 那些拉麵我就 然後就 你放過我 你這個最重要是沾麵 沾麵 沾麵 因為你其實沾麵 但是很噁心 根本掛不到湯 對 不就是那些 嘻嘻嘻嘻 嘻嘻嘻 掛不到不行 很噁心 還有你想想 你吃麵喝湯 對 所以 總之這個概念是不行的 我不行 我也不行 我覺得很奇怪 你喝湯 你給我喝奶茶 真的不行 不行 因為我在日本有試過 它有一間餐廳 它是出了所謂限定 就是一個甜味湯底的拉麵 嗯 那我也不行 很奇怪 你近來放你珍珠奶茶本身已經是 這麼甜的一件事 嗯 是 所以我們這一個 我們兩個都是不批評的 DQ 是 好 下一個就是 可能這個在香港某一個 壽司店都可能有 叫做珍珠奶茶壽司 就是沒有一間 香港沒有一間很特別的 紅豆菌啊 是啊 就是那些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珍珠奶茶壽司 可能可以 如果它現在還在生存 是 如果做珍珠奶茶 現在就不自己再見了 我覺得它會退的 因為它之前出過 這個 啫喱筒 壽司 還有 Gummy Bear 的壽司 其實珍珠奶茶也是一個概念 對於他們來說 還有它是什麼白飯壽司 就是這樣壽司 就是 那些 但是 我接受不了 就是 同樣道理就是珍珠加飯 是啊 所以這個我會DQ它 我也覺得 不太適合 好 不行 這個我都不批評的 下一個就是 珍珠奶茶壽司 我覺得這個很有創意 就是 從剛才所有DQ了的食物裡面 如果這些DQ食物來過PK 我想我會選擇這個壽司 是 是 起碼都正常一點 就是 起碼口感 我可以跟自己說 嗯 我裡面只會放了一些 比較鮮硬的材料 在裡面 或者你當是 有時候你叫 火腿 有時候它剛好切中 那塊肥膏 在那個 裡面 那你也吃到那些 那塊肥膏 是 那我就當裡面 有很多肥膏 最多 是 其實我在想 究竟它 因為它沒有說 這些珍珠 是就這樣煲出來 它是原汁原味 放進去煮 因為原汁原味 其實是沒什麼 味道的 嗯 你要煮完出來 之後 放一些白糖 拌勻 才會有些甜味 那我就 不知道它是原汁原味 進去這個鵪裂 因為原汁原味 應該只有一個 煙韌味 就是煙韌的感覺 味道的味道 但是沒有那種甜味 其實應該也可能接受到 所以我不會馬上說 嗯 我可以吃 但是 我可以嘗試去試 我比較不吃 但是 但是現在硬要試的 我寧願放這個入口 而不是奶茶壽司 哈哈 下一個可能會比較崩潰 是珍珠奶茶雲吞或者餃子 我不知道它是怎樣做雲吞 因為你雲吞裡面有肉 那我寧願繼續吃鵪裂 因為 你珍珠拿下去 包餃子 之後就好像吃生豬肉 是啊 那些煙煙 就好像在吃 如果你雲吞 就多了幾隻生的蝦 是啊 就是好像生的蝦 我覺得很噁心 嗯 好 即是你覺得這個也是不行的 也是鵪裂 也是鵪裂 好 最後一個 這個我也覺得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 大家都是可以做製作 就是珍珠奶茶豆腐花 都是古怪 但是可以放入口 那我寧願要這個要不要鵪裂 就是在我這麼多不喜歡的 那當然啦 它也屬於甜 雖然你說豆腐花和珍珠的口感都很奇怪 但是 它的味道可以配合 但是我想說 在Queen's的某一個甜品店 它是有的 我不用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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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花混合珍珠 因為你可以加 又可以加紅豆 加珍珠 加珍珠 那些 我記得好像 我不知道是珍珠還是 小丸子 那些 但是 你這件事 引起我 兩件事 一件事 我覺得會有效的 就是 珍珠奶茶 缽仔糕 珍珠奶茶 缽仔糕 那些豆腐花可以加好在上面 那些人 那些糧粉又喜歡 筆些西瓜 筆些芒果 一個 一個 就是 什麼 糧果 不是糧果 糧粉冰 那些糧粉 其實你也可以加珍珠 糧粉冰 就是黑色一堆 但是 我可以接受到 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上次 就是 之前就做了這個 Takoyaki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放在珍珠 放在Takoyaki裡面 哈哈哈哈 這個真正是暗黑料理 這個真正是暗黑 這個真的會半暗黑 因為 咦 但是你令到我想起 那些叫什麼 Takoyaki 什麼 那些 鯛魚燒 鯛魚燒 對 有人是有放過珍珠進去的 有些人會覺得它其實不錯 所以你的Takoyaki 都可以想 因為我們有一個 那個碟子是做紅豆餅的 那可能我下次可以試一下這個珍珠 可以放珍珠進去 而不放紅豆 我們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我們有試吃專員 嘛 就不要開名了 哈哈哈 專員這個受害者 但是你剛才一直講珍珠料理 我想說在網上最近流傳珍珠奶茶煲粥 和珍珠奶茶披薩 救命 是珍珠奶茶披薩 我看過 我看過 神經病 但是我想問是 人們自己研究還是 我記得那個珍珠奶茶披薩 好像是有 某一個地區的 披薩店 有 推出來的 你記得嗎 這個 我是在網上看到的 但是 有些人是 你真是 猜不到的創造 所以其實人有無限的 想像力 真的 看你有沒有膽去做 你正如日本也是 那麼瘋狂 糞味的咖喱和咖喱味的糞 那你吃什麼 是啊 都是那個道理 你夠不夠膽去推出來 然後有沒有人 就像你那麼瘋狂 那麼瘋狂 那你就創了另一番 的事業 創了另一條路出來 哈哈 不過你說開 我們之前結束這一集 我想說 我覺得珍珠奶茶是好吃的 但是 我最接受不到 是有一次我回香港旅行 它有一種叫做 芝士忌廉奶蓋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杯珍珠奶茶 一杯珍珠奶茶 是正常常的 是不行的 但是它在上面加什麼 忌廉芝士奶蓋 我覺得整件事很噁心 因為 它的芝士奶蓋是鹹的 是啊 你喝下去之後 你的珍珠奶茶是甜的 所以 我是 那一刻的衝擊 我覺得 我馬上想 那一口 全部吐了 你本身接受芝士的程度 是多高 正常 正常 不會說 芝士味很臭 我不會 如果我是做焗肉醬意粉 我都喜歡加芝士 芝士 芝士對我來說 也可以接受 但是愛詩你會不會 一個芝士忌廉奶 就這樣拿來吃 那些 不會 不會 不會主動的 如果是有這種釀菜式的 如果別人叫了 我會吃 或者芝士火鍋那些 成飯煮 哦 不行 這個一定不行 那就解釋一下 為什麼你接受不到芝士奶蓋 因為其實它的質量 當然 都很依靠哪一間店 那時候我回香港 也有試過 你旅行試過多少間 可能一兩間 但是 真的有分別 即使在波士頓也有些 店裡有做芝士奶蓋 有些是可以的 有些是真的 你不要搞 人做你 就做 就是 搞我整杯東西 是 但是有些是真的 真的可以的 可以的 是啊 那好吧 要不我再給她一次機會 因為我看到咪咪每次叫飲品 她都會叫奶蓋 所以其實我也 但是又不是 款款都夾 問心 是嗎 即是你有沒有那些 提示呢 即是如果說 下次如果你真的叫奶蓋 你可以 混合這個飲品 我個人 即口味的個人飲品 我會喜歡一些 淡味的底 即可能那些 水果茶那些 會不會OK呢 即不要說 什麼 水果茶 沒有 我就不會了 但可能是淡一點的 譬如烏龍綠茶的奶茶 所以都是 什麼烏龍奶綠 什麼烏龍奶綠 什麼什麼 那些 即怎樣都要混合這個奶茶 即不可以說 因為質感會比較配 OK 即你整件事會很酸 但你水果茶就 奇怪 我等你吃平 哈哈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只會令我更討厭奶蓋 是啊 但我之前在波士頓 我試過一間是OK的 但我都很久沒有去過了 我都不可以保證它的質素 質素 是 依然可以保證 嗯 遲些可以再試 不過我想說 即是 就算是波士頓 已經是開到很多不同的珍珠奶茶店 即是好像Creenzy為例 因為我住了 即Creenzy為例 已經有Vivi 又有共茶 剛剛開了 共茶 又有功夫茶 又有很多什麼 茶泰 那些 即是 只是一個Creenzy已經有這麼多間 其實我是不需要去到茶泰 這麼遠去買 因為真的有很多很多牌子 即是不要說 所謂第一間殺入來的 所謂連鎖店 即是功夫茶 或者那間 除了功夫茶 還有一間 Vivi 其實也是 茶泰 即是那些都是 在台灣、香港那些傳過來 嗯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 即是 多到是已經 它那個控制 已經飽和了 是啊 是啊 而且因為它很多是Franchise 所以很多其實 QC 我覺得很慢慢 對 因為都是看你本身 那個人買了這個Franchise 是怎樣做的 是啊 還有很多是 好像中餐的餐館 即是那些騙鬼佬式那些 是 是 呃 是 好 希望大家就喜歡聽我們這個 輕鬆的版本 講這個暗黑料理 或者講一下煮飯 焗東西 任何的 食物 或者是 有些什麼菜式 你們想推薦給我們 就不妨在我們的 小里非道 Instagram 或者是 Sami 的 Fruity Instagram 或者是我的Facebook Page 請留言 記得訂閱,讚好,讚好,分享我的YouTube頻道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想假的影片了 我們下一集再見 na Bye bye 拜拜